下午好 油价在两个月高点以下徘徊 因为市场权衡了主要进口国中国的蠢和需求信号 尽管美元因美联储不那么鹰派的预期而轴软 帮助油价保持了近期的展示 交易员们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避免大额持仓 选举在当天决定国会的控制权 分析师预计共和党的胜利可能将会导致政府出现分裂 美国芯片制造商Invidia 正在向中国提供一种称为A800新的先进芯片 并符合最近的出口管制规则 Invidia表示 由于对高端芯片的限制 截至10月的第三季财季 价值约4亿美元的芯片销售可能受到影响 拥有替代芯片可能有助于减轻财务的打击 该公司将于11月16日公布季度业绩 特斯拉宣布提高了11月30日至之前在中国订购的汽车的保险奖励 但减少了下个月的订单 此举是为了促进消费者提先下订单 特斯拉还宣布由于技术问题 它正在造回刚刚超过4万辆2017至2021年的Model X和Model X汽车 华德迪士尼和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利益方西方石油公司在11月8日收盘后发布其季度财务报告 辉立资本集团 祝您健康快乐